为什么要准时 因为我们这个在转播 你知道每一次转播 全世界有几万人去看 30万 现在有30万人 30万人上网看我们的网络 平常大概有 平常是七八万 但最近最近我们 聚首的扩大会议开始开以后 每天上网差不多十七八万 一演讲的话就差不多30万以上 因为有很多人都在看我们的演讲 为什么看我们的演讲 因为我们每一次都会把最新的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还有它的方向在这里向大家转 我们每一次讲了以后 都会实现 例如昨天我上课讲说 赢了八十万票 还有我们讲说 美军要进来台湾 在差不多一年多以前我们开始讲 我们讲那个AIT 现在有150个人缩减为四十几个人 已经逐渐在实现了 那我们讲一年前我们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今年的四月 开始四月到六月 会在台湾发中华卡 什么叫中华卡 中华卡就是说 要你台湾人认定说你是中国人 然后骗你去中国 他说你只要拿到中华卡 你不要用台胞证用签证 变成你是中国人 那像在这些 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一年前 在这个地方上课 就像大家正式的公开讲过 让很多台湾人有一个提防 昨天我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在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 已经开始在推销中华卡 可是你要了解 你如果今天我们台湾民政府 一执政以后 你没有拿到台湾 按照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你们现在手上 有哪一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在三年前 我们是经过跟美国讨论以后 批准了以后 才设的公民权利法案 你们看一看公民权利法案 公民权利法案 你看我们有分成中文 英文跟日文 那这个内容是跟美国协商以后 才一条一条写出来 这是我们台湾民政府 第一个经过我们的台湾参议院 所通过的一个法案 所以我们的公民权利法案 就是当大家申请身份证的时候 就是的法源 就是跟着这一本上面的法源 你们回去再看 这个里面你看一看 这里面的一个国际法 我跟各位讲 你听清楚 台湾人没有国际对不对 我们上课已经讲过了 那如果一个有国际的人 跟一个没有国际的人结婚 生的小孩是有国际还是没有国际 我再讲一遍 有国际的人跟一个没有国际的人结婚 生的小孩是有国际还是没有国际 你认为是有国际的你请你举手 没有国际的请你举手 没关系你的意思嘛 不知道的请举手 你举手在黑白结婚 不管他对方有国际还是没有国际 他知道你们都是没有国际的 我也是没有国际的 我们没有 那是没有国际的 因为美国法院已经判决了嘛 2006年10月24号 台湾民政府的代表林志生 控告美国的第一个答案就是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际 那我们是没有国际的 所以如果没有国际 我们要结婚的时候 那个对象你要很小心 那不是 有国际跟没有国际的结婚 就是变成有国际 有国际跟没有国际的人结婚 那些孩子就是有国际 所以你看看 假设 台湾人去娶一个中国人 中国女孩子 她的小孩子是谁 中国人 对 中国国际 那台湾人去娶一个越南人 她的小孩子是 越南人 所以中华美国很厉害 有很多人去娶那个 越南人的女孩子 要嫁来台湾以前 中华美国跟她说 你要放弃国籍 叫越南的女孩子 要放弃越南国籍 才可以嫁来台湾 现在嫁来 一两年都要离婚了 现在离婚那些女孩子 我要回去外南 可以回去吗 不可以回去 你看夭壮 日本跟美国很厉害 你跟日本的时候 台湾人要变成日本人 现在她说你要放弃国籍 台湾就说 我就没有国籍放弃 但台湾人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台湾人要放弃国籍 日本人会跟你说 等一等 你不用放弃 你根本就没有国籍 因为中华民国 不是我们的国籍 所以你要搞清楚 所以说起来台湾人真的很可怜 六十八年六十九年来 让国民党骗骗骗骗 一骗再骗 骗到现在又骗 现在越骗骗到未来 大家都在磨灰 所以台湾的社会一片混乱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都搞不清楚 你现在今天来上课 我们有很多老师工师 和各位说 说的都是法律 一定按照法律 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按照法律 但你虽然说 你有在头法律 你不能想说很简单 我来上课 我上一个初级班 上一个高级班 我法律就懂了 懂不懂 不懂 我说一下简单 我们有一个科技 叫做滚秀的科技 什么叫滚秀 我们台湾民政部的座技是 中央下面是州 有六个州 六个州是日本时代 就有五个州 再加澎湖 加到六个州 当然台湾民政部 是六个州 然后再加上一个高纱族 六个州 又过去什么 郡 郡就是什么 有点类似中华民国体制的县 但是我们是将台湾 两千三百万 一五十万到六十万的人口 编成一个郡 所以郡属等于什么 等于县长 小县长 那台湾民政府呢 我们就 编成五十个郡以后 那个郡的地理位 在后面那些都堂 你们有机会 今天有机会 你自己去看看 我们俊所要考试 考试很简单 只有考试非跟选择 那有简单吗 有没有 你觉得很简单 请去什么 很简单 是非选择 不简单的请去什么 你们从小学开始就去科技 是非选择不简单吗 老师也说是非选择利用最很高兴 不然也可以选择 对不对 有简单吗 简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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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笑 我们的俊所考试 已经技行五次了 考五条几个 大家也跟我说 秘书长我回去说 你讨那个新台湾论 我讨两次讨三次 都讨一遍 每一次考试都考几分 二三十分 是非选择科技三十分 你要想想 我告诉你 是非题 我们都八十题 八十题 选择题一百二十题 总共两百题 两个小时 你写不完 你要想想 两个小时写不完 所以你如果要考俊所 你有机会 四月五号 下午考试 考俊所不用钱 晚上还请你吃饭 很赞 很赞 对不对 人家都考不掉 一天有人来考试 爸爸带着女儿来考试 很糟糕 爸爸跟他说 我女儿很高科技 他考什么 考两次高科 都说考试 考这很简单 是 你考考 好 第一次考虑 没得到 再考虑 第二次 没得到 第一次看 我抱歉 抱歉 他说 既然我们女儿 都四乎的那样 考两次没得到 我跟你说 你如果要考俊所 选择题要先试 不是 四月题 第一次看过 好像对 看第二次 不对 看第三次 还对 你就不要试 所以 是非选择 你都要吐 吐到你自己 发警觉 像说 时间到了 考试有十七点 时间到了 后边还有两三点 我没试 开始要 要要要 我给你们建议 你要选择题 要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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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liksom 1 2 3 4 4的 很选择题 所以你要先选择题 如果你们的一路要择 要选择题 要选择题 要选择 champion 选择 我告诉你们秘密 你要选择 有圈 机会比较大 很简单 70分就结束了 70分你就考上俊少 我们考一次有129人来课 考到27个 第二次有98个来课 考到25个 第三次也有100几个来课 也有20几个 第四次有多少人 200几个来课 那次200几个来课 大家想说 那秘书人出的 第四次一定会放水 不想第四次还比较浅 60分就结束 200几个人才课30个 正经课是课26个 有5个加分 你若考两次 加分2分 考三次加4分 考四次以上 你加6分 这样而已 不可以再加 但有人应该考五百了 我说不要紧 你考几个来课 因为我主要是要让你设这个 你如果要设这个战争法 有一天啊 我们在台湾这个所在 变成都是国际法的专家 全世界有见经 以后要来问这个国际法的时候 战争法都会来问你 什么叫做战争法 战争法呢包含五个 有点难度呢 这五个 第一个 海牙地势公约 第二个 日内瓦和平公约 日内瓦和平公约呢 也是有关战争的部分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红十字会有关战争的部分 第四个就是 美国最高法院的 有关战争的判例 有关战争的判例有几个 差不多一百多个 每一个判例 我告诉你 有些人都车很高 那你都逃 一百多个判例你逃 再来 第五个就是 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 规定三千几条 整个的战争法 整个的战争法 整个加加的 这五个东西 加起来的东西 综合的里面东西 就是战争法 你怎么知道 台湾有这个 法学院里面 有战争法 没有 没有 不要说战争法 台湾的地位 决定台湾的地位 是在哪一个地方的法律 就今天和平条约 所以说就今天和平条约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后 台湾的地位 很害怕 不然就决定 因为就这段和平条约 国民党不需要跟你教 我的孙子 台大法学院 已经三年了 我跟他问 我有这边 这边的小孩子 差不多都是法学院 另外这边 差不多都是医学院 法学院这边的 我问 你学校有没有教 就这样和平条约 没有 台湾的地位 主要的决定 就是就这样和平条约 因为这政争法里面 你们只要念两个东西 第一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国际法规定的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今天台湾是 什么人给你占领 美国占领 为什么美国占领 我早就说 美国给你奉扎 在战争法里面 这个给你奉扎 这叫做征服者 战争法里面没有规定说 打赢打输 因为赢跟输 会激起那个国家里面 人民的内心的一种反抗 跟阶级的仇恨 所以 战争法里面 不说你战亚 你战亚 你战亚 不说战亚 只说征服者 生命人战亚 就将对方 情侯 征服者 引申出来 征服者才有占领权 古早1830年 1840年 拿破仑时代 战争 那战亚的人 就将对方的土地 战亚的 那叫做并吞 但是1830 1840 以后 欧洲一些较强的国家 有闭闭过 说 嗯 这样不行 你如果说战亚的 就并吞 这样我害了 现在全世界 差不多一般 变成什么 美国的 你战亚嘛 战亚就并吞嘛 不行 所以 有一个强烈的规定 战亚不得移转主权 今天中华民国占台湾 因为 马关条约 将台湾这个土地 已经挂给别人了嘛 他似乎说 你阿公 将一间住 不给别人 你做孩子 现在大只 你说 那家家战是我阿公的 你留我 可以吗 你怎么可以抖手 不行 你怎么骗手 对 你都很聪明 不行 在这里不你买嘛 对不对 你墓地买 你就不能说 那家家是我阿公的 所以变成我的 同樣國家跟國家同樣 土地也是這樣 這個土地可以掛給別人去嗎 你就不能夠說要把它拿回來 在這裡你又贏贏贏 現在中華民說我贏贏 問題是在這裡 中華民說有打贏台灣 打贏日本 沒有嘛 你清條應用這個土地交給日本天皇 交給日本天皇 那在日本天皇以後 打仗以後 中華民國沒有打勝仗耶 中華民國在我們普通人講的話裡面 叫做戰敗的戰勝國 什麼戰敗 中華民國叫我打到成都去了 打到四川去了 有啊 你打到四川去了 你是戰敗的 是靠美國那兩顆元祖團錄下去 你說他贏而已 美國因為建政剛才結束的時候 交給中華民國是因為他們同盟國有一個協議 叫做分配占領 好像是北方市長 給蘇聯去占領 台灣平衡跟遠南交給中華民國占領 問題是 遠南 他占領之後 六個月他就撤退了 六個月撤退喔 實際上要感謝什麼人你知道嗎 福治民 他很聰明 他在外國的時候 他用金錢 送給國民黨 就是給蔣介石那些人 給他錢 另外另外利用什麼 法國 這樣將這個中華民國 打出 今天我們台灣 美鳥中華民國 打出去 我們沒有錢嘛 還不是 你覺得我們有錢 沒有耶 不要說沒有錢 你貼中華民國就沒有錢 好 你沒有錢 你要用中華民國打出去 只扣一個東西 扣什麼 扣什麼 法理 用法理 扣美國 跟美國說 欸 那個人你帶來 你把我帶回去 美鳥現在開始了 就要把他帶回去 美國有你做嗎 有你自己做 我如果說中華民國 要離開台灣 你最前的怕手 你來上課 你又沒上課 他會離開嘛 你實在很沒趣 你啦 你來上課 就是表示說 你說你們贊成法理嘛 我告訴你聽 好 你沒什麼 我告訴你聽 AIT 在內湖 金虎路 金虎路 一百號 有設一個 那個 有設一個 他叫做AIT 這十人你知道嗎 會走 那些人你都不知道 好 AIT 現在在信義路 信義路 你怕會走 信義路 不然什麼是AIT AIT你知道什麼東西 美國在台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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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叫他 他是大使館對不對 他不是大使館 他是民間做金 AIT在內湖 金虎路一百號 你們有時間去看看 戰地面積兩萬平 起床 現在外面有看 起床 他本來有一百五十人 現在存四十人 這幾年開始一百四十人 變成四十人 四十人要住兩萬平 你要相信嗎 要不然你不要相信 四十人住兩萬平 你看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因為他們在裡面要打網球 是不是 不是啦 因為AIT現主席 有八百名的海軍陸戰隊 在今年會進駐 整個台灣有八千名的美軍 他在台灣 你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美國要在台灣 是不是在侵略 現在 國際通牌媒體就跟你說 我們反對美軍軍駐台灣 你要侵略台灣 不是 你怎麼知道美國人 會飛機在我們台灣 天上飛來飛去 不用跟你說 我要飛過去 請求你允許 你要去跟人家 要跟人家問 不好意思 我這裡發貴一下 對不對 要不 要嘛 美國人 在台灣的領空 在台灣的機場降落 從來沒有問你 為什麼 有這個例子 那個SARS流行的時候 有一個CCC 就是美國的 那個是疾病管制局 飛機來幫忙台灣 降落在哪裡 松山 都沒有經過你的東西 撥一個降落 有一次也有 在松山降落 一隻很大隻 會那隻做運輸機 現在米鐵你問的時候 我要載一個小孩 載一個小孩 你想那種有可能 不可能 是美軍 在我們台灣進進出出的 現在 現在 有一個基調 是已經超越美國 美軍全部控制 就是清泉鋼 清泉鋼 清泉鋼在哪裡 台中 北京清泉鋼去走 那是 民間的機場 但是 它裡面有一個空軍機場 當我在這裡說 清泉鋼的時候 很多人不相信 有的人就去試 你自己去試試看 一直當時 就進入清泉鋼 在ECFA簽的醫院 什麼叫ECFA ECFA就是在三年前 也六月二十九號簽的 什麼叫做ECFA 其實ECFA 在政治上的意義就是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和解 過去美國說你中華民國可以回到中國了 他賺回來 他說我們回去會被共產黨殺掉 我們要求人權保護 所以我們要他掛 他說他要用台 他說他要用台 他說他要用台的時候他去美國島 他說他要留 比如說如果這樣 好了不然你再留 你中華民國留在台灣我們不送 他一天去給予我們 你知道但中華民國 你給予我們的拗手 你真實 你年輕人怎麼知道 哪有可能 知道他給你給予 對不對 你們都學會說 你們都 我說什麼 你都算是損害的 我們對得拗好 他給你給予出 就是你們要做公父人圓 你就知道 所有新冠都是中国人 所以外省 以前像我这种年纪 在我科学很厉害 每次都科学人 如果没有人都在你上面 特考高考的时候 六处就给你分配 按照省份来分配 要求台湾只有一省 台湾也不是省 是把你编入一省 中国有多的 这三十六个省 所以刚才科学的时候 中国人先雕三十六个 要出来雕台灣人 你知道這個地方嗎 你知道嗎 我不是说内定 内定的还好 最开始是说 三十六个雕以後 才雕台人 我告诉你老五就不贏 所以館長有一次說 你們可以去靠公務人員 你看劉鬼 每次都你們抓 我們都不會抓 對不對 哪有可能我們抓 我跟你們說馬英雄的內幕 我跟馬英雄很衰 高中 建中是統一界 我高中的 人家補償 建中可以補償 我以前不知道 那年初中我也是第一季完的台東 台東喔 考到建中的時候 上台我也不知道 是那年都傻傻 只會要讀書而已 辨妹一筆之後 建中的同學你說 你考幾分 為何不說 你都傻傻跟我說 我考幾分 會比較嘛 對不對 學校在前面的分數比較高 現在問問 奇怪的一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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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想說他高幾分 但是剛才剛才一筆的時候 高一筆的時候想說 奇怪 明明那個放榜的榜單 削九百幾個 建中扣到九百多人 邊做二十四班 一百五十個 你比較算 一百五十個 二十四 那多少 一千二呢 我一直想說 我算不到的 比較算到一千二呢 明明放榜九百多啊 那一千二 所以 中午一天 同學跟同學時間很久 後中就比較有感情 他就跟你陪伴說 余婆啦 我是保送的 我說 蛤 能保送? 怎麼這麼好看? 我們在學校讀到四個 就不能保送 那什麼學校? 他不要跟我說他學 後來我才發言說 原來僑僑保送 僑僑保送呢 好 你保送來好嘛 你就開始讀一下嘛 你如果說 整個幾幾 他分數很好 也沒關係 高雲喔 他落地了 他三塊沒急了 也能夠啦 收穫四十八分 不能報告呢 他說可以 很如願的升到高二 不過到高二的時候 他就轉 轉去什麼? 文族 社會族啦 以前建中讀書的時候 二十四班裡面 差不多一班兩班是讀社會族 其他都是讀書 自然族啦 你知道嗎? 我也很愛讀讀社會族 但是 社會的習俗 眼光 覺得說你讀社會族 是 成績一定賣的 所以沒辦法我 我在建中那時候讀自然族 我去日本讀這個法論 是讀什麼? 是 大家比去日本 再去日本再讀讀讀書 讀法學院 成功也能做 他們那時候是台北市黨部的主任委員 用引導背社略 他沒有留級 他就升到高二到高三 讀讀社會族的 社會族族竟然建中兩班 一班是三年十八 一班是三年十九 十九班就是都台灣人在讀的 十八班都總叫聲 你想讀讀台大法學院嗎? 沒有 它靠到哪裡? 如果能靠 它靠到十天 加分 還在台大法學院 所以你台大法學院 有一個人扣不到這位 中法美國律師 名字叫做 你頭怎麼有夠壞呢? 馬英九啦 都跟你講到這名 你又不知道怎麼叫馬英九 他一個人扣不到這位律師 你要用中山獎學金 還去託哈佛 所以他不是扣的 你不可以想說 剛才他身體很好的扣哈佛 No 對 賣 國民黨替他賣 現在賣 在那些哈佛扣一扣之後 一樣 那年哈佛只有一個 美國律師 名字叫做 阿 現在你嚇死了 那些人剛才這麼厲害 通理我們 有時候聽得很小 三年你通理我們一年 沒辦法 對不對 我們是 大一本地 五一本人 我們是賤拜 問題是台灣人 我那一聲音說你賤拜 價值都賤而已 有一次我坐計程車 在台中 也有一次在宜蘭 坐計程車 那計程車輸進去 哇 我都愛台灣 他很愛台灣 我很好 我請問你一個問題 第二次世界在台灣打贏還打輸 我第一次世界在台灣打贏還打輸 當然也贏 含這你就不知道 說我不知道 好 那是怎樣贏 你沒打過八年抗戰嗎 八年抗戰 你打的後面都一樣 都跟八年抗戰 沒有 有打這個電車手 你有來沒打嗎 八年抗戰 沒有打 來 我們來看有八年抗戰嗎 有 你有打 十四周有八年抗戰嗎 有 大陸也沒有 我講一下 你記起來 我說的我扶著 1941年12月7號 日本帝國 轟炸珍珠港 對不對 十二月八號 美國國會開會 羅斯福譴責大日本帝國 你說邪惡的大日本帝國 昨天轟炸我們珍珠港 所以由國會宣戰 不是總統宣戰 一定要國會的議員才有資格宣戰 十二月九號 中華民國 南台区變成十二月九號 中華民國宣戰 蔣介石騎了一匹白馬 對日抗戰 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 有嗎 有嗎 黑白公 那是你們台的副本 我還給你講 我還給你講 公平沒有宣戰 不是他 那當初他做什麼 來 那個 他做 國民政府宣戰的時候 來 國民政府對日本宣戰報告 有看到沒有 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叫做宣戰 這個完全不合服 那個戰爭法 主席什麼人 怎麼 好像沒看 林申 所以中華民國副本 都不會跟你說林申什麼人 他主席 那時候蔣介石做什麼 行政院院長 你不相信 我還要跟你說 你 你住在台中的中興新村 你去中華民國的博物館 你看看 你一陣子走 走在裡面 走到無路的時候 左轉 左轉走一百五十步 停 左邊的牆壁 你看看 原文的 蔣介石就是行政院院長 行政院院長可以宣戰嗎 跟你騙而已 根本沒有宣戰啊 而且是國民政府喔 中國那時候 有幾個政府 有幾個中國政府 四個 一個國民政府就是林申 就是蔣介石那個 真真正的中華民國在哪裡 在南京 什麼人做頭 汪精衛 他也有宣戰耶 但是他的宣戰是向誰宣戰 向美國英國宣戰 還有一個叫做 在中國裡面 那個人做政府 還有一個叫什麼 毛澤東就延安耶 他也是一樣對日宣戰 但是還有一個也是對美國英國宣戰 什麼人 滿洲國 所以當時中國有四個國家 四個中國 兩個向日本宣戰 兩個向美國英國宣戰 全世界都廢棄了 所以我們堂的那些課本 都是中國人的一派服務員 喔 你如果知道他 我說你會很完成耶 我們騙人幾年耶 有的說 有的現在比較年還好 你年輕的 二三十歲來 你來得好耶 你來得早耶 這不然你風騙騙幾三十年而已 我們這裡都是風騙五六十年 很頑皮 很頑皮 你不會拿嗎 有的 已經七十歲說 我怎麼都不知道 我說你當然不知道 一開始就騙了 對不對 大家都騙得很高興 以前看來光復 說很高興 台灣光復 人家想你建書怎麼有光復 你打書怎麼會光復呢 光復在下 所以我跟你說 所謂的光復節 就是愚人節 真的四月一號不是愚人節 四月一號是什麼 是行憲紀念日 因為日本天皇 在台灣實施憲法 是行憲紀念日 是行憲紀念日 因為日本的月曆 四月一號是每一年的 會計年度開始的日子 所以四月一號 所以四月一號 才是台灣人的行憲紀念日 過去所謂的光復節 就是愚人節 所以中華民說 你外面看來的台灣人 都還沉醉在愚人節的快樂之中 我沒有跟你騙 我官網都處理 我們在這裡所講 你看有的人說 你講話算不算 我說我講話算話 我們的錄影大地 台灣民政委官網 農總有 從第一期到今天 每一次農總有 一句話就沒有剪接 我們所講的全部負責 所以我們曾經上全世界挑戰 台灣的地位 如果你有懷疑的 請你上網挑戰 很可笑 五十年 從來沒有人 能夠向我們挑戰 現在連美國 都要來跟我們講 所以我都鼓勵這些年輕人 去讀書 讀書 讀書 新台灣論 真的是你在外面跟人家說 所有的問題 你都可以在新台灣論 裡面去找到答案 很快 我的時間好 我今天說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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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ên